郭宇寇在廣播節目上找來了 沈柏陽黑熊學院 現在被提名民進黨不分區的立委 兩個人同聲一致批評 這個數位發展部的唐鳳 郭宇寇說唐鳳不失任 在官僚體制下頂著天才光環 沒人敢動他 200億的預算浪費納稅錢 結果沈柏陽跟著講 他還沒有上任立委 他說擔任部長所需要能力不一樣 轉換過程需要傳成本 還有更好的位置 就認為他不失任的嗎 林俊憲前兩天也才批評過 連民黨立委都埋怨 數位部沒做事 現在仇恨值當時在上一次 地方選舉的時候 最高的陳時中 陳吉仲 這些人都走了 現在是打唐鳳壽人嗎 那當然還有鄭運鵬 他們力拼要有一些 選舉上的加碼跟表現 史上唯一吞火的立委 他加碼是在肇事場合 跑場的時候吞火 這個厲害了吧 也算是絕技的 民黨繼續打抗中 製造要對立的感覺 賴清德 他說現在是韓吉 韓吉伊娜的候選人 才能夠保衛台灣 要用手上的選票 化為民主行動 選擇能夠守護台灣的候選人 蕭美琴說 如果碰到習近平要講什麼 他說兩岸一加親的話 應該多同理心 那蕭美琴還喊話要兩岸和平 國台辦直接搶 是台獨意味戰爭 你們主張的台獨 不是你所謂的和平 韓吉伊娜又來了 這個就跟以前那個 阿扁不是說那個貴賓狗跟土狗 民進黨很容易的 又會回去打這個統獨問題 中共同路人 一定會這樣 這個因為 因為實在是沒有什麼 政機牌可以打 數位發展部 匪夷所思 不知道這個單位是要幹什麼 三不管 什麼都不管 然後他還說 我去歐洲參加一些重要的 數位發展的會議 我們要了解 人家在做些什麼 什麼標準什麼 拜託那你不要成立這個部好不好 你請他們去學術單位 我們中研院很多單位都有這種 去觀摩先進國家的 類似這種標準會議 到現在為止我真的不知道 數位發展部在幹什麼 要成立目的何在 你到底幫我們台灣做了什麼事 你講一下吧 就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我覺得這個部我乾脆廢掉算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